县议员林如阳表示 祖寺天上圣母及祝生娘娘的南投核心宫 是南投市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日前为了公祝天上圣母及祝生娘娘圣诞千秋 庙房用心筹划祝寿典礼 县议员林如阳、张秀之等人也来到核心宫 与地方各界一起进行团拜 南投市张合理张行理 就称古文普拉纽云学的这边 有一间核心宫 是我们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 也是祭拜我们妈祖的一个重要的信仰的地方 那最近地震不断 那也希望说在妈祖的这个圣诞的这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这边来祈求 未来我们台湾我们南投都可以 一切平安没有灾 没有天灾没有人祸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乡亲朋友们都可以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万事无益 纽运爵何新宫为了唤庆天上圣母 即祝生娘娘圣诞 县议员张秀之感谢何新宫庙方筹划 天上圣母即祝生娘娘助手典礼的用心 也祈求天上圣母即祝生娘娘 保佑果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平安 圣母娘娘是我们的新娘重心 圣母娘娘非常灵感 爱的比喻 我们公教父孙国泰民安 祝生平安 比喻大家平安 我们公教父孙国泰民安 我相信由我们的政府委员 来担任之下公委员 对我们这个庙方非常非常兴盛 来在这个服务 接住人员都非常非常用心 可以说好应酱 这个信赌万千 给我们的婚众 爱的比喻我们的政口 大大小小都平安 县议员林如阳和张秀之 一起来公祝天上圣母即祝生娘娘 圣诞千秋 希望透过天上圣母 即祝生娘娘的加持之下 能为地方带来更好的发展 民众安居乐业 记者庄仪廷南投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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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